第15题 相同分子数的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 在下列各项目中 何则比例为1比2 那我们有个一氧化碳 有个二氧化碳 第一个问我们是质量比 我们说相同分子数 我们就当问它是银木耳 银木耳的质量 就是它的原质量或分子量 那么一氧化碳的分子量呢 是12加上16也就是28 那么二氧化碳分子量是12加上16 再加上16也就是44 所以我们的银木耳的质量比 就是28比上44 也就是所谓的7比11 所以并不是1比2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是碳原子数的比 一个银木耳的一氧化碳 就有银木耳的碳 那么银木耳的二氧化碳 也是银木耳的碳 所以它的比值是1比1 所以选项B呢 碳原子数比也是不是1比2 那么氧原子数比 一木耳的一氧化碳有一木耳的氧 一木耳的二氧化碳有两木耳的氧 所以呢我们的氧的原子数比呢 就是1比2 那么选项C呢 氧的原子数比是1比2 是对的 选项株呢 总原子数比 那一木耳的一氧化碳呢 总原子数呢 是有两木耳 那么一木耳的二氧化碳呢 总原子数有3木耳 所以它的比值呢 是2比3 而不是1比2 所以选项株呢 也是错的 因此第15题 我们说 相同分子数的一氧化碳 与二氧化碳 在下列各项目中 何则比例为1比2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氧原子数比 2比3